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生活通 我是赵婷 即将又要到情人节咯 不知道你们准备好跟情人交换什么礼物呢 最近在网络当中看到 每一次到情人节都有一个网友 就是帮他太太买一张股票送他 哇好感动哦 然后网友大家就讲说 你是买银行股吗 还是买ETF 还是买大力光 你知道这股价真的是差很多 不过我觉得呢 这个情人节其实只是一个心意啦 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基本上也不是很喜欢收到礼物 传个简讯给我就OK咯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呢 在收听节目的时候 一面收听一面传个简讯 我们来互相祝福情人节快乐 好我最近好烦恼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吃大喝大油大腻的 过了年后 很多人都说胖了1.5公斤 营养师说啊 有些人平均就胖了1.5公斤 那我那些去量体重 发现我自己胖了1公斤 可是我今年过年并没有吃太多 可能是甜食吃比较多 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去油腻住消化呢 营养师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可以喝一点热茶 还有蜂蜜 柠檬水 以及山楂水 不过这个山楂好像取得比较难一点点 虽然山楂呢 它是性微温可以健脾 所以可能要到后 就是到那个迪化街那边去看看 有没有山楂 因为山楂的这个煮了之后 之前应该要稍微过滤一下嘛 然后加个热水冲泡一下 听说二三十分钟就可以饮用 所以如果说你有那种 那种什么壶 因为我前之前有买一个壶 就是有点像焖烧锅的那种壶 你就把山楂呢 先稍微清洗一下 把它加热水放在焖烧壶里面 相信呢 这样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味道了 那热茶当然就很方便啦 泡个热茶就好了 以及水果醋饮啊 因为呢 食用醋最近呢 这个我不是让你喝醋 我就说你去买那个水果醋啊 因为水果醋里面呢 是有含氨基酸 可以帮助分解体内的脂肪 不妨试试看咯 看看这一些饮品会不会让你呢 去油腻 而且呢 可以让你可以又回到了过年之前的身材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运动 那我最近没有什么机会运动 所以我现在大部分都是爬楼梯 有时候呢 开车回家地下室 我就从低价式一直爬一直爬 爬到我家 我想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啊 好那接着呢 就要来谈谈除了运动之外呢 你会不会发现皮肤有点暗沉了 多运动多喝水 才可以代谢一些毒素 这样子皮肤才会比较光滑 那很多人呢 因为皮肤不好就化妆 你有没有发现哦 如果说我们仔细看那个韩剧跟日剧哦 有一些艺人他们很流行化那种看起来不像化妆的妆 那个叫什么妆啊 就是自然妆啊 就是我觉得化妆到一个境界就是 看不出来它有化妆 那事实上它是有化一点点的粉底啊 所以妆容要干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呢 我们粉底要好好的这个使用之外呢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清洁 当然多敷脸多保湿是很重要的哦 以及呢 除了脸之外 也别忘了脖子啊 还有手的身体护理也要很棒哦 因为呢 如果说你的整个的皮肤看起来是光亮的 不管你是不是白或者是有点小黑黑的样子啊 都会觉得你自带光芒 所以要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这样新的一年当中呢 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有所谓的女神气势了 好 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接着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来聊聊通膨之外 我们要如何保住自己的钱财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呢 这个 在新的一年当中哦 总要好好的为自己规划一下你的人生 不管是 有时候人生当中就是要吃好吃的嘛 住好的地方 甚至呢 也要投资 那投资当然有分很多种啊 你可以做股票基金 你也可以买房地产啊 因为呢 这个土地不会越来越多 只会越来越少 今天很高兴呢 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贾山林的刘博成 区经理 经理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区经理 什么区 台湾区 我现在负责的话有我们那个 亚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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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 台湾区还太少 亚太区就是 哇 泰国啊 东南亚 这些马来西亚啦 只要是这个亚太都是你负责就对了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疫情的关系 台湾的亮点又再次跑出来了 因为很多地方你看其实东南亚 日本啊 中国大陆没有控管的很好 反正这次台湾的经济成长表现的会比其他还要好 对 像GDP我们都都希望啦 希望今年可以到双位数 那我可能要转行到你这个行业 可能才可以攀得住双位数 哎 不过这个刘经理我们也有谈到 以前大家有因为SARS的经验 很多人都说啊 我那个时候就出去买房会赚钱 但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通膨的关系 今年的这个这两年的疫情 他们都在期待说房子好像可以下往下跌 就没有哎 就像你刚刚讲到 因为不仅是台湾人在看台湾这个地方 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这一两年 尤其又通膨 很多人说那我要怎么样抗通膨 我纯定层也没办法嘛 最好就是要买一些东西来抗通膨 像您刚刚讲的 有些人可能要抗通膨 会选择几个标的物或项目 比方说有人去买黄金 有人可能买股票或基金 甚至有人会把钱拿来买房地产 那这都是不错的选项 对 那其实因为物价的上涨 像昨天我去我们家做松柄 然后我去太早去买鸡蛋 我发现鸡蛋现在一盒 一盒85块 鸡蛋一盒10颗啊 10颗85块 而且你还买得到哦 对还买得到啦 我印记比较好 那个早餐店的鸡蛋啊 就是我以前早餐店有时候会就是加蛋嘛 加蛋加10块 以前是8块 现在加15块 现在加15块很可怕 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想说 我来买一个相对保值的 可以跟着物价往上提升的 我觉得房地产相对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物 像你讲的土地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稀缺 它的价感觉就好像什么 跟黄金一样 对因为我看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说什么 这几年当中 有一些六都的某一些地方 它的房价涨 然后它的坪数却越来越小 这表示是不是说 这个可能以前你可能 随便举例啦 1000万好了 1000万你可能在某个城市 你可以买到一个 20坪 20坪的 现在你1000万 你可能到某个城市只能买一坪的 10坪的 可能还没到 可能买10坪15坪 像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现在啊 会跟着市场的趋势来走 最早啊 我们当然以前住的是公寓 那时候就很实在的坪数 40坪大概就40坪 可是因为人的需求开始改变 你需要有一些公共设施的服务 所以开始就有大楼跑出来了 那大楼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方说过去可能一层四户啊 好多大坪数 可是因为现在因为房价也高了 而且人口结构也改变了 过去一个家庭 像我小时候我们家 六个人住一间公寓 那现在我跟我太太 跟一个小宝宝 我们就住一个住一间 不用抢厕所 以前要抢厕所 要排队 然后四个小孩都赶着要上课 对 所以现在很多建设公司开始就是 比较趋劲于市场 做的比较符合现在的人口结构 那甚至有一些过去可能 长辈他们喜欢住大房子 可是现在不太一样了 他们喜欢住相对比较小一点点的 要管理的 对因为小朋友可能长大了都已经离朝起了 对那我就找一个公社比较好的 交通比较便利的 可能有生活机能的 我两房就好了 两个人住的可以住的很舒适 而且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新 我看过我一个朋友 就是他十年就要换一次房子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喜欢住新房子 然后呢他觉得新房子很好 然后如果管理很好的话 他有的时候在这个社区当中 他都可以不要出门耶 对真的很方便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自己的生活圈 甚至你那个朋友 可能因为十年换一次房 十年换一次房 换到最后 其实这个房子根本不要钱 有可能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假设我十年前买一个房子 那时候可能买一千万 我可能就是慢慢缴贷款 十年后我把它卖掉以后 这个房子一千万 肯定会有增值 可能增值到一千五百万 一千八百万 甚至两千万 接下来我买那间房 可能大概两千万左右 其实前一间都把你cover掉了 你这样讲有点存股概念 像你这样在存股 对不对 股子股孙 然后有些朋友跟我说 我那个成本股票成本是零 因为我已经二十年 配股配息 配股配息 然后越来 你的成本就越来越低 你讲的是没有错 就是你当时一个这个地方 一千万 然后你卖掉涨一千五 你就去换一个新的一千五的 然后你可能一千五 又涨到两千 你就把它换掉 其实股票嘛 有人可能买卖赚那个价差 有人可能是ETF ETF像我买那个0050 0056 我是每一个阶段的配股配息 其实房子也具有这样的概念 像我自己住一间 比较大一点点的 我太太跟我小朋友 住三十几坪的 可是我同时也会买一个 两房的来出租 然后出租的话 每个月的租金 我觉得啦 就好像股票的ETF 很棒啊 等于让那个房客 帮你付一些这个 你的租金可以付房贷 对不对 然后等小孩长大很吵 你就把它丢到那个房子去 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去生活 那甚至如果 这爸爸真好 对啊 我妈准备好房子 甚至有一天啊 如果你房子 我可能卖掉 相对的一定会有一些价差 台湾是这样子的 过去几十年来 不管你像刚刚讲的SARS 那时候房价 921 腰斩 921腰斩 现在看起来 可能是SARS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买房子 一定都赚钱 而且赚得非常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实这样讲 最后就是通膨嘛 对不对 你要想想看 我们小时候吃一碗 那个 鲁肉饭多少钱 我小时候吃过25块的 25块 那个鸡排 30块而已 你算年轻 我吃过15块 你吃25块 我是主基础 对 硬要25块 对 或者是以前 我记得印象好深刻 吃一个什么 牛肉面 对 55 60 对 现在150 200多 跑不掉 那时候还加汤 加面不用钱 对 还有加酸菜 对 可以加酸菜 现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可能看了台北市的房子 觉得真的负担太重 台北市的房子 如果你要找一个 好一点的地点 交通方便的 新房子有公社的话 动辄就是 要破百万 我买一个20瓶的话 大概就要2000万 但里面大概只有13 对 里面就小小的 那每个月的房贷 我可能要缴 6万块到8万块 真的非常辛苦 对小家庭 平均的收入 大概 10万块左右 平均 你三分之一拿来缴房贷 大概是3万块 所以台北市的房子 说真的啦 不是富二代 或者是 有特殊的投资管道 要买台北市 是相对相对的困难 好 那我们待会就来谈谈 如果以这个 北台湾来说 其实有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去观察 那当然很多朋友会问说 现在观察还可以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你 是不是现在马上要买房子 但是你都要有那个观念 就像有些 你不是每天买股票 你还是要看一下盘 你起码知道趋势 待会我们请 经理跟我们分析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这个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贾山林的刘伯辰 刘经理 刘区经理 其实你常来我们节目 中广的节目 对 我常看你直播 中广好朋友 中广好朋友 要让大家知道 很多的知识跟讯息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知道吗 买房子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有的时候你去问那个邻居 像我常常 我错字两间房子 就是因为我都问旁边的邻居 邻居说 以前买一户120万一户 你不能这样问 你知道就有的时候 你要看市场 因为你有时候问 那个是旧老邻居 他讲的都是20年 他们是停留过去 二三十年的那种记忆 对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会缩手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看国际的情势跟评估 因为我们刚刚讲通膨 通膨其实很明显 大家可以知道 你看你现在 煎蛋早餐 15块 10块的蛋变15块 然后你现在看到 什么都要涨 卫生纸也要调到6点多%了 那更何况 你就是想要说 自己现有的钱 你放定存 基本上是负的 因为利率如果只有 你很好拿到 零点几%或1%的话 其实通膨是会压上去 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个 不同的方式 让你的钱可以保值 对 保值甚至要 希望能够增值 所以很多人就是 除了现在 刚刚讲房地产 它是一个不错的 自产的标的 那有些人自住的话 像我刚才讲 年轻人要买房子 要自住的话 到底要挑哪里 才是好的标的物 像可能台北市 一瓶超过100万的 都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超过100万的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 那台北市太贵了 我来看新北市好了 我上次上个礼拜 我在做功课 做房地产的研究 现在如果你要买到 在新北市 买到一瓶 50万以下的房子 没有啦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新店都7080了 对新店7080 如果你要到50万以下 你可能要去哪里 去巴黎 哦对 你可能要到阴哥 三峡都五字头以上 或淡水新市镇 淡水新市镇 那边还有机会 相对的 它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你看土城那边 也都是六七十万 土城现在六十了 对不对 那板桥 你更不要讲了 板桥早就已经坐稳了 那个七八十万了 新板特区 那很多人想说 新北市这么贵 那我可能往外围去看 甚至像最近很多台北人 去那里看去桃园 去桃园看 可桃园又好大 桃园要怎么看啊 桃园有分大园啊 炉竹对不对 对 然后有青 青浦也是嘛 然后 A7 A7 还有人家什么中路特区 最近很夯 对桃园就几个区块了 那比较多台北人过去的话 可能最近到的地方 就是像 A9 A8 A7 那A7 像现在A7的房价 大概也是一瓶 大概40万左右 要挑战40万的单价 所以过去我们 公司大概 三四年前那边推案 那时候是二字头 现在变四字头 那时候你如果买一排 就不得了 对啊 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 那时候不会看市场 然后现在像 像桃园 你刚才讲的青浦 青浦三年前那时候 也才二字头 现在青浦要 一瓶要超过五 上次看是一瓶到54万的单价 超过一倍 那人家 哇桃园也这么贵 你是在讲预售还是橙屋 预售 预售 桃园都这么贵了 那桃园其实离台北 还是有点距离 对 所以很多人可能 你可能从台北 开车去那边看 看回来以后觉得 哇那边还是很贵 又跑回来看 那当然我觉得 买房子最重要的 不变的不败的定律 就是什么 location 对 可是很多人不懂 什么叫location 可是我觉得location 我这几年有个心得 交通就是location 有好的交通 就是location 最好的一个代名词 那很多人不知道 像我们讲几个重要地方好了 像南港这个地方 南港在这五年 南港都一百多万了 在这五年有很大的改变 过去是黑箱 那时候有瓶盖工厂 轮胎工厂 这几年 南港我还记得三年前 那时候卖房子的时候 一瓶一瓶七十万 你拜托 求一夜告奶奶 叫她买 她说她不要买 她觉得太贵 像南港啊 我们上个月的新闻 已经有实价登录 到一百七十五万 世界明珠 我知道 世界明珠 这个算是一个豪宅 对对对 它规划 为什么可以从七十几万 卖到一百七十几万 我觉得就是因为 它的地段好location 然后又有个流行音乐中心 对流行音乐中心 然后那边有高铁 台铁 武铁 武铁 还有那个客运转运站 你的那个国道 也都在旁边 然后最近一个很夯的 那个议题嘛 你知道高铁 可能要到宜兰去 对 这边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转运中心 南港 然后南港到宜兰 好像听说十九分钟嘛 十八十九分钟 十七到十九分钟 对不对 其实很快 因为从市民大到打通 到六段七段八段之后 然后还有一个 松山路那边 本来是有一个死巷子 它打通之后 我印象很深刻 它就突然从小的 变大的 又当那个 对 然后变大了以后 南港就不一样 那南港都一百多万 那如果南港 再过去一点呢 南港再过去一点的话 可能有人会去看戏纸 现在戏纸平均的行情 也都要四字头 比较偏偏的地方 边边的地方 那戏纸的市区 的话都要五十几万 那有些人可能说 那我继续再开 因为五字头 我还是觉得很辛苦 戏科站那边 那那边都要五十多万了 那有人可能继续往北开 那你就沿着国道三号往北开 像那边有几个个案 像有一个案子在那个 国道三号 德安交流到出口 一个案子叫新横滨 最近听说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边大概有 我所了解的 大概将近两千户的一个大型社区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公社 有自己的交通接驳车 也是造证这样 造证计划 那绝大多数买的 超过一半买的 都是从台北市过来的 因为那边年轻人负担得起 因为如果说你到汐止都五六十了 你再踩一下油门过去就到了 对对对 你那 但变得很轻松 你到那边的话 你多个十五分钟 因为其实现在国道很便利 你走国道三号到南港上班的话 开车只要十五分钟就能到 你到那边的话房价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所以年轻人我觉得 那边是一个不错的 开始买自己的家的一个起点 不过你刚刚讲了 这样子一个照证 其实就是什么都有是最好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最好这个社区当中什么都有 就可以很方便 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是赵婷 今天我们来谈谈 今年的房地产趋势 因为通膨的时代当中 有些人会觉得说 买个家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不过刚刚经理有谈到 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的时候 七八百万也可以买到两房 这就是有点让人家很诧异 因为七八百万买两房 好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买房子是这样的 我最不喜欢没有管理的房子 像你知道我们有时候 上班的时间不固定 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住在这边 它有一些公共的设施 又有管理的 然后呢 它维护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才是会 让房地产加分的原因 其实现在我是常常刚刚讲 就是我们过去的住旧房子 公寓 我只要有房子住就好了 有没有管理没关系 可是因为台湾的水准 开始提升的话 然后我又一天 一天到晚在买那个网购 对这个很重要 像住旧大楼 住旧大楼会怎样 旧大楼你可能 最近有看一些旧大楼里面 你要说网牌是很辛苦的 它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出藏空间 对 你的网牌的货品 堆堆到整个廊道 都影响到我们出入的动线 所以现在我觉得房子 我们应该要朝下一个阶段去走 特别是现在疫情 疫情的话 过去其实我们休闲假日 我们都会往外面跑 对 去观光区啊去宜兰啊 然后去南部玩 可是今年过年很多人可能 他不出去玩了 我待在家里面 可是待在家里面 我们我家的小朋友 现在八个月 你把它关在家里 超过一天他会哭闹 小朋友听说也会忧郁症 八个月就会哭闹 他会哭闹 他说我要出去 他不会说我要出去 他不会讲话 他总要出去 吸收一下 现在不是家里头的空气 他要表达他想要出去 他会哭闹 那你把他推出去 他就安静了 可是重点是你推出去 要有地方推出去 像如果你住公寓的话 你可能第一个 你拿娃娃车就是很辛苦 要搬到楼下 如果今天有电梯的话 大家下面 如果刚好下面有一个 很舒适的公园 所以大型社区就是有好处 对不对 你有自己的 像我刚刚讲的 有公园 有公园 有自己的绿带 那个洛宇松 重整排的绿带 甚至像公共设施 休闲设施 至少你社区是安全的 里面有儿童游戏室 有健身房 有瑜伽教室 甚至有视听室 甚至你要在里面 喝个咖啡 像现在很多人 不敢去那个星巴克 你在那边用电脑什么的 在社区是安全的 你有这样的休息空间 最重要的就是 现在人很挑剔 我买的房子 不只公司要完整 我还要名师设计 都要说是什么大师 要做过什么业绩 最重要的 我觉得很多自住客 或者是自产客 买房子很怕什么 很怕买到烂房子 对 常听到漏水 常听到那个 或建商不知道是谁 没有名 好小的 然后呢 可能你要找也找不到人了 对 而且现在台湾最近很夯 流行什么 找日本人盖房子 对 对 像那个新成兵这个个案 他们就找 日本的大城建设 所谓的华大城来盖房子 其实过去华大城 除了在台湾 他是不是有做什么机场 什么公共的 好厉害的东西 在台湾最主要台湾的那个高铁的左营站 高铁 对对对对 就是公共工程 对对对对对 那台湾有一些豪宅也是华大城盖的 可是他盖的房子啦 平均会比周边的的的的价格跟价值 大概会多两成到三成左右 因为他们做事的严谨度 跟选材用料 所以其实我觉得买房子啦 除了当然说公社好啊 有花园啊 甚至有一些绿带可以散布以外 谁盖的很重要 对对 我觉得谁盖的很重要 还有刚刚讲到就是价格也很重要 怎么样就是让我喜欢 然后呢价格是最重要 因为有些人就说我喜欢这个 但我就两亿买不起嘛 对不对 所以年轻人其实 如果可以看到一千万左右 或七八百万的 其实对他们来讲 尤其是小夫妻 基本上是没什么负担的 对像刚刚讲的 像年轻人嘛 一对小夫妻刚出社会 那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 可能一个月大概十万块左右 那我可能拨出我三分之一的薪水 来买房子 大概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呢 大概可以买总价一千万的房子 而且你就不会说压缩自己 你还是可以享受 是 对有些人买的房子 就缩衣结石 每天吃泡面啊什么的 现在泡面也很贵哦 好像泡面也很贵 吃馒头 馒头也很贵 馒头也很贵 荷包蛋也很贵 最主要是你说 现在很多人很多少子话 不是年轻人不生 是不敢生 像现在你可能生个小朋友 可能奶粉啊 尿布啊 包姆 这个你最有感觉 我很有感觉 昨天还叫了一箱 尿布 一箱奶粉 奶粉 一箱奶粉要一万块 一个月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你可能第一个休闲公社 什么都要有 可是我房价 我要负担得起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往南港那边去走 如果说你今年有一个 想要圆一个自己心中的梦 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而且刚刚经理讲到了 社区很重要 社区要应有尽有的一些 可以享受的东西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通膨时代的房产趋势 怎么样买房 换房 最近这个中网同事说 他们要换房 我就说哇好棒哦 你可以这个卖掉旧房子 换新房子 他说没有哦 我们没有要卖掉旧房子 我要直接买新房子 觉得这样也不错 因为现在 我觉得现在孩子很幸福 像我们以前小孩子比较多 父母亲 很少会留啦 除非是家里很厚的 就是一人 五个小孩 一人留一间 这个很难 现在我们小孩子少死 像你一定也会帮你的小孩 想要留一间房子 留个几间 留个几间 如果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是 相对的有比较苦一点 所以其实你已经买了几间 对 有在布局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是说 像我们做这个行业 一定有一个 一定有一天要退休 那我很简单 我就是能买几间买几间 我的目标 你就在哪一个地区 你就定一户 对 我还能赚钱的话 那我就尽量在 还能工作的时候 我的布局是五间 你这样讲 有点像 以前我记得 你知道台湾不是有很多工地秀 我也问过有些歌手 他都说 我都去唱工地秀了 我就给他定一户 我就给他定一户 然后有一些就已经退休了 对啊 我希望能够 如果可以的话 我的目标 一个梦想 买五间 然后带 那你要生五个小孩 我就生一两个小孩 把贷款还完 那每间平均可以租 两万多块 甚至到三万块 你知道租金也会涨 每间租两万多到三万多 那如今的话 我一个月至少就有 十几万的收入 就是你的退休金 我的退休金 因为过去我买股票 有惨痛的经验 赔的不多啦 可是我觉得哇 那个很有感觉 你一个礼拜赔两百多万 我觉得也蛮可怕的 你是做多大 一个礼拜赔两百多万 那时候 对对对 就航海王落海 没有之前 很久以前 所以我说 房子相对的比较稳健 那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个 变成我的资产配置 对那当然讲到 我把房子租给人家 像我有房子在租人 那三年前 跟现在的租金 其实也不太一样 那时候我那个两房 两房在那个新庄 那时候还租两万多块 可是最近 因为我觉得 因为物价也涨了嘛 然后最近什么 比较重一点点 慢慢的 我的租金 也应该慢慢的 有所提升 可是相对回来 很多在租房子的 年轻人 这就是一个 很痛的地方 对 像现在很多 如果现在年轻人 租你的房子 有的是就两万五三万 他会想说 刚刚我们介绍这么多 有些地方 他应该可以去找一个 自己可以买下来 一个月付个两万五三万 那不就是自己的房子了吗 其实像很多人想说 那我租房子 与其 因为我自己不是台北人 我只是从那个乡下上来的 我是苗栗的租男人 到这边来 刚开始前一年来租房子 可是租到觉得 你看每个月就付两万多块 一年一年都大概 这样多少 三十万 三十万就给房东了 就帮 还会说帮最老啊 与其这样子 快能找自己的房子 那现在年轻人可能说 我与其租 现在有两个选择 就是跟 现在政府有些社会住宅 对 社会住宅 每个月租 每个月租 你也不见得抽得到 你不见得抽得到 而且他有年限 六年还八年 对 然后没有这么长 没那么长 他只能两年或三年 然后展演一次两次 那房子总归不是自己的 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 就是怎样 有土石有才 那有些人想说 我去买自己的房子好了 可是买房子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同时 我在怎样 我在租房子 每个月要付租金 对 那如果我现在买乘屋 乘屋可能 前面要准备 一大笔资金 因为现在贷款平均 大概 现在了 我大概八成左右 我同时要拿出两成 非常辛苦 那预售屋的话 每个月付租金 也有工程期款 那叫蜡烛两头烧 所以现在像 蛮多建设公司了 会有一些 优惠跟弹性的付款 像基隆那个案子 叫新衡斌 他就给年轻人 一些比较弹性的 优惠付款 让年轻人在这个时候 我的每个月的那个 付款 付款的方式 金额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可以怎样 拉长一点时间 让年轻人有机会成家 时间换取空间 那你中间可能多一个年终奖金 或者是你其他的什么 你就可以先存 或先还 对不对 他拉长时间 对年轻人是有优势的 过去建设公司会提出 这样的方式希望怎样 挺延年轻人 那很棒啊 所以吸引了很多 所以因为像 内湖南港 汐止这个大东区 很多在这边工作的人 其实都不是台北人 很多人像我是从苗栗上来的 甚至有碰到 有一些是从那里 嘉义上来的 高雄上来的 北漂 所以如果你在南港 或者是汐止上班 基本上你就是 往北走一点点 然后可能15分钟 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 你就不用再细致 或者是在南港 租个这么贵的房子 而且可能有人觉得 那我是不是要自己开车 很麻烦 其实不用 有些大型造证的社区 他会提供什么 社区接驳 比方说15分钟 20分钟 你就可以怎样到南港 甚至到那个市府转运站 那很棒耶 你在车上滑手机 滑个手机 滑一滑就到了 其实有时候像我开车 真的有时候工作到 真的比较累 会度估 那如果今天我有交通接驳车 因为大型社区 你养得起这样的交通接驳 你就要上车 滑个手机 然后看今天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这样是很好的一个 很便利的一个交通设施 很棒耶 今天这个经理 跟我们讲到了很多 这个北台湾的一个行情 当然这大家要评估一下了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能力 他当然如果说你父母亲 能够资助你一点 你就可以买更大一点点的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买两房 你也可以买四房的 也可以买三房的 这都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通货膨胀都已经来了 在我们生活周遭 你都发现到了 所以怎么样的去保值 然后让你的财产不会缩水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贾山林的刘伯辰 刘经理 如果说你要知道 任何讯息的话 其实上他们公司网站 就可以知道了 谢谢经理 谢谢 拜拜